中国的歼15战机成功的在辽宁号上起降 可以说中国的军事科技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石先生您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这个形式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变成一个航母大国 将来路线图它要怎么走怎么画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航母战略的一种不对称的思维 究竟是什么两个内容我们来思考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能不能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入手 中国的航母大国的路线图应该怎么走呢 所谓路线图一定是从零开始的 原点就是零吧 我们以前都没航母 1991年当时中国从苏联接体以后 乌克兰买了一艘 当时什么动力都没有 什么上面装备都没有 就一个空的船壳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迁回来 那么20年来中国一步步将发展上去 所以这是作为第一步从零开始 对那这就要开始海市了 那过去两年我们看到 频繁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那么证明一切状况良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舰载机是非了 对吧 舰载机对中国来讲也是零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从零开始发展 那不但是舰载机 今天向歼15发展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它起跟降 也涉及到很多的专业 包括什么祖兰索 你俄罗斯 也是要从零开始 所以这一切统统要从零开始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都已经完善了 那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那实际上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觉得就是 刚才我讲的路线图了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航母 大国路线图有三个方向 那么第一个方向呢 应该就是说 你也知道航母 它不是光是一艘军舰 上面还有很多舰载机 也不光是只有战斗机 还有预警机 还有加油机 还有电子侦察机 一大堆的机 通常要完善 再来一个航母 刚刚讲 它是一个战斗群 所以不能光有航空母舰 还是舰载机 它必须还有驱逐舰 还有这个护卫舰 还有潜水艇 少说有十艘左右 那么这也要完善 再来一个就是 刚刚我们上一礼拜讲的 空天一体战 就是你怎么样跟卫星 跟二炮什么东西 都联合起来 这个又是高科技 最后一个 就是你航母 作为一个远洋的 一个攻击力量 你必须要海外基地 所以这些 就是一条路线图的 发展的方向 看来其实并不简单 不简单 那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什么 第二个方向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瓦梁格号到辽宁号 是从这个前俄罗斯 苏联那个地方 东西来的一艘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国产的了 那么据说现在正在照 那么国产的这个 就是常规动力的 那么再接下来 就是核子动力的 这是另外一条路线图 那么第三个方向呢 第三个方向呢就是 你要做一个航母大国 你光用航母不行 你还有反航母的能力 所以这个反航母 你在这方面 中国基本上是不错的 而且几乎是领先全球的